疫情持續的擴大 我們再來看看地方的防疫困境 在新竹縣衛生局這邊 已經動員了一百二十千人 徹夜加班疫調 竟然有疫調人員 是連續一個月睡在車上 這工作壓力可以說是達到臨界點 新竹縣長楊文科 他昨天深夜前往慰問 同時也宣布要再招募 四十名的疫調人員 另外看到是新竹的偏鄉地區 這邊也缺乏快篩試劑 有學生被計隔三加四之後 但是因為一劑快篩也拿不到 根本不知道要如何回到學校上課 新竹內灣老街附近藥局 天天出現排隊長龍 大家都是要來買快篩試劑 這次快篩試劑跟上次口罩一樣 然後我們真的排隊排不到 這樣子我們附近我們問了一下 甚至連衛生所也都跟我們說 他們都沒有快篩試劑 那一天78份 事實上我們完全不夠使用 民眾也完完全全也買不到 這一個所謂的快篩計 快篩缺貨問題嚴重 尤其新竹偏鄉 鵝梅 寶山 五峰三個地區 藥局根本就沒賣快篩試劑 但疫情中心要求學童要快篩陽性 才能去做PCR 三加四居隔的學生要快篩 因才能重返校園上課 買不到快篩計搞著學校跟家長 不知道該如何是好 晚間時點縣長到訪 慰勞新竹縣衛生局 還在辛勤加班的疫調人員 由於染疫人數每天翻倍 衛生局動員了一百二七名疫調人員 進而有人天天加班 擔心深夜回家打擾家人 乾脆連續睡在車上一個月 但疫調工作量不斷暴增 就算連續加班也做不完 就是從疫情到現在開始 就是基本上大部分都是沒有休假 然後就會從早上有時候 七八點來工作 一直到可能要到晚上隔天 這凌晨三四點這樣子 因應我們衛生局的能力的需求 我們目前已經批准了 由衛生局再禁用40個能力來支援 那同時我們府內的各局處 也要增加20個人力 即將要調到我們的衛生局來 來 辛苦 辛苦 縣長送上小點心 慰勞加班疫調人員 凌晨時分燈火通明 疫調工作刻不容緩 縣長感動之餘 承諾這一群天天加班超時工作的公務員 會全力支援人力物力 希望能將疫情帶給民眾的風險與不安 降到最低 記者演員樓新竹報導 多父親 近天天天一 未來 全世的 飛行 天天天天的